此次中科院物理所的科研人员综合分析了嫦娥五号月染样品中玻璃物质的形态、成分、微观结构和形成机制。 他们发现,月球表面频繁遭受的陨石及微陨石撞击,导致了矿物融化并快速冷却,因此产生球状、椭球状等形态的玻璃物质。 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月染中首次发现了天然玻璃纤维。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二氧化硅的玻璃纤维。 由于该取月染的地点撞击比较温和,撞击出来的液体年度比较合适。 玻璃甩出的时候就能够自然地拉出玻璃纤维来。 这种玻璃纤维形态上类似我们的头发师。 这种玻璃纤维的存在说明了月染具有良好的玻璃形成能力和加工成型特性。 未来月球基地建设可以利用月染原位生产制造所需要的材料和器件。 据介绍,月球玻璃是探索月球奥秘的重要材料,不仅保存了古老的月球物质,而且记录着其形成时的环境信息。 嫦娥五号月染样品为揭示月球的起源与演化,认识月球表面和空间环境,促进月球资源的原位利用等提供了绝佳机遇。 也为地外玻璃物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样本。